我們進入大陸 人家進來澳門了 走這個關的好處 就可以過完關直接坐輕櫃 去到輕櫃站 坐這個C7624 這裡 雙魚都到了 我們現在去那間也好 可以吃的 好 不知道為何會走到這麼偏 為何你會走到這麼偏 對 我看到它到處都沒有東西 其實就在輕櫃站附近 已經有很多好吃的食物 那些店 炸雞 不是很貴 便宜一點 在電梯下廚 在輕櫃站附近 在紐約根底 有一間叫豬頭冰 反正有很多 是果頭來的 去到偏 那邊軟了一點 都是吃燒雞 以燒雞為主 但那裡有很多 給你選擇的 酸菜 豬大腸 那些獨特菜 招女竹 招女竹很出名 20元一大盤 吃到你 整家大小 10元15元 招女竹 招女竹 招 招女竹 香椒 從成人之前 不是有狗野 不是有狗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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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招女 其實是成人的招 用來煮粥 切碎 然後煮肉粥 沒錯 好吃 然後鐵板 煮了茄瓜 反正那些材料很好 但煮得挺好吃的 這裡叫做小黃寶 我們叫做小黃寶 剛剛司機很好人 介紹了很多東西給我們 終於來到這一間了 吃得起 這裡有名吃桑拿雞 桑拿魚 olduğunu 吃辣魚 幫她吃得到 甜點 放在對面,然後再拌一拌 每一塊魚生都有巴掌油 然後加些糖,糖的話可以加多一點 然後就不要放那麼多 加大湯的話就沒有鮮味 拌一下,拌乾均一點味 然後加些芝麻 然後加一些配料 對,這杯子你不吃就加了,我幫你也會加一些檸檬葉 有多厚 五屎,魚頭 一蒜片 洋蔥 再拌一下它 它拌一下它 我覺得不錯,一份份 吃的時候就大口大口吃 每一塊一塊吃,大口大口吃 你吸在這裡 吸正 然後你自己嘗嘗這些 我再加一些 第四食 魚骨 你吃就不吃了,你吃就會炸魚吃 將魚肉煮得像瘦肉一樣 味道也挺濃,挺好吃 我魚肉是煎過的,實實地 口感有點像豬肉 它真的完全是鮮雞的口感 非常紮實,而且雞肉味非常濃 很棒 牛肉 牛肉 它是脆身的,牛肉味也很重 吸蓋剛剛好 吸得 嘩,竹腸 好像鋼巨型 怕粗 聞怕韌 比較嫩 最後底部有煲了湯 湯很甜 椰子味 加上木瓜 超香甜 吃完這間食得器 味道,它的服務也是不錯 唯一缺點是地點偏遠 不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看到我們剛剛吃的東西都OK的話 大家都可以來試一試 老闆娘剛剛也說 很多香港和澳門的人都特意過去吃 第一間來說,它的價錢真的便宜 尤其是它的魚 一尾四食 好像是8.38元 非常之便宜 剛才是那個食得器的食 現在是這個 XCA介紹的食物 食牛雜的間店 有得吵 沒有超派 後面也有餵 阿蔡,我們只想吃牛雜 是啊 不要緊 你先吃牛雜 你吃牛雜 你吃牛雜 我吃牛雜 你吃牛雜 我們就是要點牛 不要緊 我們就是點牛雜 你們要點牛雜 買一塊 那些牛雜 那樣 沒有牛雜 那些牛雜 是誰會買的 你看兩下 我很明白 那些牛雜 這是什麼 面筋 用來打 一份 牛筋 牛肚 牛肚 牛肺 牛腸 啊 要牛腩 我算是300塊 因為我們有客人說我的東西貴 我才要求你 要些蔬菜 但你不太貴 便宜一點 哦 好啊 有個別客人說我們才要 不然要我們這樣做 體諒 其實剛才老闆娘說得對 因為畢竟牛雜這家東西真的很費工夫 如果要保持這個價錢和令人多吃到的話 做到薄利多燒 這種菌磅式燒手也是適合的 而且好吃的地方是助於醬汁 蔬菜這麼爽口都是一種享受 所以大家如果記得來光顧的話 一定要先碰蔬菜 這家店的味道是不錯 汁咸咸味 但它不是我們平常在港澳吃的牛雜味 它會多了一股花椒味在裡面 大家有興趣過來試一試 吃完這一檔 現在三年就回到酒店出燕 到了歡樂海岸城 很多旅行團 之前來都沒見過這麼多旅行團 這裡有個商場 金魚國際酒店 入口在這裡 有很多公園 有很多公園 它在收藏裡面有很多公園 所以大家找的時候 外面是看不到的 要走到裡面的櫃檯才會有 有很多公園 我們住的那間金魚國際 有很多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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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檢查完 但它剛剛看過的那間金魚國際 就不是我們住的那間金魚國際 我們要去南籍假日那邊 就是在另一間金魚上酒店 首先我們就在這邊檢查了 但是我們住就住這間金魚國際 就是一棟東西斬件 下面是酒店房 上面是公園 好 那我先開箱一下房間 進來也挺大的 挺開人 兩張床 我們選了兩張床 然後它有一個 Pantry位 有雪櫃 雪櫃是家裡雪櫃 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它有洗衣機 廁所有 有放棍櫃 然後 它不是中央 它是熱水爐 所以應該要預一預時間 要洗澡的時候 然後它是企缸 簡簡單單 還送洗衣的用品給你 給你洗衣住 衣櫃 看看窗外的環境 我們現在這間房間 就直接看著湖 不是對著摩天輪 很棒 這就是窗外的風景 然後就看著這邊的別墅區 不過始終它這裡 在公園不是酒店式的管理 所以它衛生的情況 是不太理想的 甚至乎可以說是差 好像地上會有很多頭髮 然後桌底也會有很多層 像這盞燈下面也有很多層 有些頭髮在後面 還有它有些裝修位 例如這床是 溫溫地的 冷氣機也沒有清潔過 你說不是內隆清潔 起碼這些位置 用一塊布抹抹抹也好 但是 是沒有的 所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現在就進入到這個園區範圍 趁現在黃昏 快到黃昏六點的話 這裡日落就很漂亮 所以一會兒就會進來這裡看 先拍一拍這裡的環境給大家看 先拍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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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來吃的那間優食坊 都是不錯的 你看到它是寫著醫學博士的始創品牌 聽說就是為了吃得健康 所以開創了這個品牌 吃蒸東西 我吃過是不錯的 那些東西是真的很鮮味 而且價錢不算特別貴 現在就來這間咖啡店 休息一下喝咖啡 喝了 真的喝到桂花和龍眼味 嗯 有一個洞 試試開抽完 這樣也要拿 我先拿 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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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是波波球 全部都是波波球? 不是的 其實有很多 過來抽完 哇 抽到位 抽到位 謝謝哥哥 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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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波波球 就是波性蛋糬 現在是差不多日落 在這裡拍那個黃金鏡 很漂亮 帶大家看看 現在是大陸都很興建的派遙 裡面都是這些機動油 但這裡如果你不是買套票那些就很不值 因為它好像逐漢計 因為油價好像30元 至50元不得 你喜歡嗎? 你喜歡嗎? 好美! 超美! 環境很漂亮 這裡其實分為馬戲區 這裡有機動遊戲區 還有水上樂園 買東西也很多 這就是其中一個拍照最佳的位置 就是要上這個橋 這裡是最多人的 這裡拍照真的很漂亮 然後夜一點會開燈 有些頭型會更加漂亮 一會兒這個位置也會有射燈 其實有個最佳的位置 就是要上去那個婚姻登記柱 少人很多 而且它近很多的摩天龍 可以拍到一些特別的照片 這裡拍的真的是婚姻登記柱 然後上來這裡 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這裡有些鏡子迷你 這個難度在於 裡面的鏡子夠不夠乾淨 這個瓶子針也有極限運動 不過音沒有人跳而已 好可憐 不過說真的 這裡的攤位遊戲 就很貴 我自己覺得 很快玩完了 大概幾十元一次 為什麼不可以呢 是不是拍了 這間豬肉樓呢 之前就試過了 味道呢 就 我自己覺得 沒去到說很驚艷 但是就網紅點 現在變了很多人排隊 價錢也很貴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酒店 旁邊的位置而已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這個就是在房間看到那個東西 看到整個樂園 這間就是豬肉樓 然後這裡有一個順豐街 還有一勒 兩旁有些小商店可以逛逛 買東西吃 一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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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裡有個市集 聖誕市集 聖誕市集 什麼來的 什麼來的 很可愛 整條街很熱鬧 旁邊有很多民廠市集 很公園 不停 你們還要來一點 太遠了 要怎麼樣 很冷 沒了 先講下 不靠 啊 哦 看起來很酷 嘩 這麼晚不喝了 嘩 現在就進去商場走一走 上面有個冰雪世界給我畫的 現在就在這裡看一看 好像有很多東西賣 有些茶飲 我看到很多人買 還有些膠容 笑手 還有這些 家裡的酒都可以用 這裡有些好可愛 小瓶的酒 還有這些龍熟雞尾酒 不一定製作 這些都很有趣 但是搓都搓到你上 有玩具 然後文具區 還有食物 這一區 下面都是一些家居用品 這間店的東西我都覺得不錯 很多東西都沒見過 價錢也不貴 最近是總會起多 很適合走 非常之好走 這個牌子的法力 我自己覺得是挺好用的 其實它的價錢也不貴 29.9 然後剛好皮膚是非常乾的 而且現在的屏障是受損 所以這支東西就非常適合我用 那時候在泰國買 小小瓶已經五十多 這支一百零幾 這支一百零幾 又出血 不是拍照啊 我們去購物啦 1 2 1 是嗎? 選吧 你怎麼化妝東西啊 你長大了才行 什麼來的? 這些是唇膏來的 都是大一個才行 貓貓唇膏 對 平行 才行 美人 曼 旅行 這盤 能拔地方 去 城 空 現在走完就來吃點東西 小絲燒 這裡有貓蠔 頭蛙 然後就是吃 傳燒 當然就是入啤酒 還有咖啡 好吃 真的淡淡味 蒜香好重 因為現在還沒拌 你看整堆在這裡 它已經沒做什麼了 船 不過你要拌均勻 一定拌均勻 嘩 它被這個蒜蓉包圍 吃完這間虎廁 就知道了 它那個烤魚和烤蛙都是好吃的 值得推介的 但是呢 串燒就自己斟酌一下 我就覺得麻煩 甚至說是好吃 遲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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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看 吃個 吃個 全家公司 那這個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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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中了 我最喜歡的 我中了 這隻是 風格 是不是可以拔開 這個 嘩 哈哈 搞笑 整身拔掉它都可以 不是吧 當然不行了 好 好